哈喽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期关于出国留学的视频 简单的来说这期的主题呢就是 怎样用最少的钱来实现海外学习 当然这个学习不仅仅包括专业上的学习 还包括一些实习啊,培训啊,课研活动啊 甚至是海外职业者经历啊等等 首先简单的来讲一下校内申请 校内申请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大家自己所在院校的资源 一般而言相对好一点的学校也会有更多的合作资源 学生也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出国交流和交换 之所以推荐大家通过校内申请呢 主要是因为学校合作这些项目往往更具有含金量 而且会有一定的安全保障 而且由于是学校来组织这些项目 学校很大程度上会提供一些金钱上面的赞助 其实很多很多的校内项目都是免费的 如果大家想通过校内申请出国交流的话 一定要尽早的去关注学校的国际处和交流处的信息 了解他们项目的发布时间 每个项目需要的学生的背景 然后项目的学费等等等等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去注意一下学校的相关政策 比如说出去交换期间的管理政策 然后学分之间能不能互换这样子 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言成绩 尽早的去巴迪亚斯和托夫考下来 接下来我想重点的去讲一下免费的一些校外项目 因为很多同学可能觉得自己的学校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竞争非常的激烈 或者说学校推荐的项目都不是自己喜欢的 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校外的渠道 因为现在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校外项目也是免费的 这个免费大概率指它会去赞助你在项目激进的吃住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项目它甚至会帮你报销往返的机票 那能不能找到这些项目能不能被这些项目选中 即使完全取决于你信息搜集的能力 以及你个人的简历个人的背景 那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些校外的免费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我自己参加过或者我身边的同学参加过 并且觉得整个体验还不错的项目 第一个是unleash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网 这是一个致力于去寻找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的项目 去年是在新加坡 前年是在丹麦 今年刚好是在中国的深圳 然后它是一个全额资助的项目 也就是你的往返机票 还有你的住宿餐室 完完全全都是他们包的 第二个是world youth foreign 这是一个在埃及每年开展的会议 主要目的就是去培养青年人的国际领导力 整个申请过程会比较简单 但是它也是会帮你报销往返的机票的 第三个是美国环保协会 切勒托辛哲计划 这个计划是由一个美国的非盈利性组织举办的 它不但会给你提供免费去美国培训的机会 而且还会帮你安排实习 这个实习还是有偿的 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非常高的项目 第四个呢是联合国的实习项目 大家可以在UN Career的网站上去找到这些实习 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UNICEF ILO 还有UNDP这样的国际组织 他们都会定期的去放出一些职位的空缺 大家就去申请就可以了 那这些实习呢 虽然说是无偿的 但是大家可以拿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实习资助 每个月大概是2400法浪 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这些项目本身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对申请者的要求会比较高 他们会更加在意申请者能给他们的项目带来什么 所以他们会要求你有非常好的英语能力 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课外实习活动 更加重要的是可能需要你有领导力 有社会责任感 所以大家在申请这些项目之前 往往是要进行一些准备的 主要大家可以通过就是参加一些领导力 创新能力 还有社会服务精神相关的活动 比如说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学生会和社团里面 做到主席层这个阶段 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创业大赛 或者说是模拟联合国大赛等等 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去定期的去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 去服务社会体现自己的社会情怀 这些都是这类型的项目非常看重的东西 大家在申请这些项目的时候 一定要在自己的简历和申请表上下很大的功夫 很大概率上它会让你回答一些问题 它会让你去介绍自己的一些经历 总而言之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如果大家想获得一个这样子含金量很高的免费项目的话 往往在前期需要更多的投入 就是你在前期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提升起来 这样才能去吸引那些人的眼球 才会给他们的项目带来价值 他们才会想要你去参加他们的项目 那除了免费的项目以外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收费项目 这些收费项目包括一些科研项目 志愿活动项目 国外游学项目等等 具体的信息渠道呢 首先大家可以去关注国外院校的官网 他们会发布一些他们交换项目的信息 牛津啊剑桥啊哈佛都会有每年的暑期寒假 但是不是免费的 就是他们是按学分来算钱的 所以一般来说这些项目都比较贵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些中介机构的背景提升项目 这些项目呢可能是比如说 带你去非洲草原上做一些项目啊 和一些高校的老师一起做一些课题啊等等等等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也可以试着去搜索一下海外义工 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组织和机构都在做这方面的相关活动 而且收费往往还比较合理 特别是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的话 往往就是花很少的一笔钱 也可以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 比如说支教啊 然后给他们修小学啊 甚至提供一些医疗服务这样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长期交流 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交流形式 就是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 我现在自己就是在清华和日内瓦大学的双学位项目里面 然后Fin呢是在清华大学和MIT的联合培养项目里面 就是我可以同时获得两个学位 清华大学的学位和日内瓦大学的学位 然后呢这个项目基本上是由清华大学 还有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的 所以我的经济压力也会比较小 申请联合培养呢可以是硕士期间申请 也可以是博士期间申请 首先呢大家如果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出国交流学习的话 一定要去了解你想要报的这个项目 它含金量到底怎么样 因为现在联合培养项目它真的是太多 太五花八门了 很多项目其实只是吸金项目 它只是想要你交钱 但事实上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学术上的提升 以及个人能力的提升 所以大家在决定之前 一定要去先看一下这个合作院校的背景 合作院校的排名和知名度 这个项目的中外师生的比例 这个项目的课程体系和它的收费标准 然后大家去衡量一下 这个项目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再做决定 第二个呢就是稍微好一点的联合培养项目 往往会有更加严格的考核机制 首先呢就是你一定要通过保研或者考研这样的大观 另外呢他们还会对你的专业知识储备 语言能力 读写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等等 进行另外的考核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申请这样的项目的话 一定要在前期多下功夫 就是要把专业知识掌握得更加牢靠 同时要去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 尤其是口语能力 因为你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面临全英文的面试这样 当然各个学校由于项目的不同 它的考核机制也是不一样的 它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项目的内容来进行准备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北大和LSE的联合培养项目 清华和约翰霍普金斯的联合培养项目 在百度上搜索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场景交流的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自己申请 自己申请它的花销往往是比较大的 但是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 它的花销浮动其实是非常大的 而且也不排除就是到国外 可以申请到各种奖学金的可能性 现在国内的留学基金委 它对于硕士的奖学金开放的比较少了 但是其实国外有很多的政府奖学金 还有一些企业奖学金 甚至也有一些校内的行政助理奖学金 等等等等 这些机会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如果你是准备自己申请的话 往往对你所申请的国家专业和院校 都会有更加广泛的选择 我当时其实在大四的时候是准备出国留学的 我中介都找好了 文书都写好了 然后后面是因为保研的过程比较顺利 所以就放弃了 那在这里如果大家有自己申请出国的打算的话 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建议 首先呢就是一如既往的 大家需要非常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英语能力 尤其是英语口语的提高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留学新的搜集 以及自己目标的确立其实是越早越好的 那信息搜集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其实是留学中介 因为留学中介一般都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咨询 他们会非常耐心 非常详细的帮你解答你的一些问题 当时我自己也是在大三的时候 跑了两三家留学中介 问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 才下定决心要出国留学的 留学中介他们掌握的信息 包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对比 包括教学水平的对比 收费标准的对比 消费水平的对比等等 而且留学机构还可以帮你分析你的专业 你可以去了解自己专业的就业前景是什么样的 甚至还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获得奖学金这样 留学咨询一般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快捷的 去获取信息的方式 所以我非常推荐 大家不管是大一大二还是大三大四 只要你有出国留学的意愿的话 都可以直接去找几家留学机构来问一问 这样你会对自己后面的学习规划 还有背景提升规划有个更加细致的了解这样 甚至很多留学机构还会根据大家背景来给大家进行一些免费的评估 当然他们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偏向自己 这些就需要大家自己去鉴别 但是我们前期咨询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去进行信息的搜集 签不签约呢 需要大家更加去慎重 更加仔细的去考虑 那今天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留学机构 名字叫做满托教育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网站 也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预约免费的咨询 报我的ID并且成功签约的话 还可以获得2000块钱的减免 满托他们是提供保证录取的承诺的 但是他不会为了单纯的把大家送出去 就让大家去选择那些所谓的保底的和自己背景相差很大的学校 大家在择校的过程当中是有完全的自辱权的 而且在申请的过程中呢 满托也会把大家的账号和密码开放给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去随时检查自己的申请进度 也可以随时去检查看看自己的文件和信息是不是齐全 是不是正确这样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找了中介 就啥事也不干了 因为这真的是关乎自己人生的大事 所以在重要的环节当中一定要自己亲自去确认 满托他的整个申请过程都是非常公开透明的 所以这点就还挺好的 另外一些同学可能觉得自己的背景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 满托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背景提升项目 包括名校科研啊 名企实习啊等等 如果大家有点点心动的话 记得要去扫码预约咨询哦 拜拜下期再见